各位酒友 大家好 我是更高 我手上一个吸取杂极 这个是吸取的主流产品 吸酒 吸酒主流产品 那个年代就是流行的 像是龙腔型白酒 这个盖子你看 修杂盖 90年代初都是修杂盖 这个磨一定要小心 这个已经坏了 一提就坏了 92年10月 92年10月 然后我这里有一个 92年11月 其实差别那么大 92年10月份的 它是就是55度 它就高三度 度数要高一点 然后11月份的 它就要低一点 你看 酒花完全不一样 酒花完全不一样 这两款酒 然后后面还有铁盖的 92年以后93年开始有铁盖了 价值就不一样 但是55度的市面上 又比52度高一点 数量盖的又要贵一些 7000嘛 当时都是20瓶 但是同样是收藏的酒 你看 我面前有一个 这是93年的 这瓶酒目前价值非常高 这是鸿喜 鸿喜的93年的这个降向的 所以说目前来看 品牌酒收藏还是收藏降向的 政治空间要大 政治空间要大 关注更高 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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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吧